等我追下去之下 然后又要孩子 但孩子十七八岁不六十了 我怕怕到时候都活不进这儿 然后把孩子弄去 你现在有没有信息能治好啊 画面中的这两个人 是今天来相亲的男女主角 两人就生孩子的问题 那最终两人能否达成共识呢 刘燕梅 刘大姐48岁 里有住房 一进屋 有一样东西吸引了红娘的注意 咱平时还跑步 这是我姐都买的 刘大姐从小身子就很弱 也是身体的原因 和前夫一直没有个孩子 二人未死也去当地的医院看过医生 但医生没得个明确的答复 说苏兰官多在 他说我说 我说估计不行啊 既然来了你就给我做检查 做检查之后我啥病啊 或者怎么回事是吧 然后才能拿药 然后要我没拿药我就回来了 因为没有生育能力 刘大姐和前夫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淡 俩是因为啥感情 我俩主要就是因为那好吧 不能生育 如今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 刘大姐没有个一儿半女的 觉得非常的遗憾 不熟悉我 他也在问说 你家孩子都大了 一婚之后 刘大姐来到了城里打拼 后来旅店黄了 刘大姐做了胃溃阳的手术 就一直在家养病 没出去工作 如今在姐姐的劝说下 刘大姐决定在向前迈开一步 如今的刘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根据刘大姐的择偶要求 红娘给她介绍了一个 符合要求的梁红与梁大哥 一见面 刘大姐对梁大哥的第一印象挺不错 而梁大哥对刘大姐却没太相助 接下来 两人坐下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通过一番交流之后 梁大哥对刘大姐又有了想法 见梁大哥对刘大姐有误解 于是红娘赶紧帮刘大姐解释 刘大姐也是因为养病 然后最近工作 之前人家也是就是有事业 也不是一直在家待 隔止刘大姐的胃溃疡 在家养病 所以才没有出去工作 并非是梁大哥想象的那样 梁大哥对刘大姐的误会终于解除了 接下来刘大姐又提出了一个考验梁大哥的话题 如果说就是老人宿舍大了 需要进医院 需要一笔钱的话 你觉得就是这方面你怎么去做 这是不是可以激烈为例 无话说百善孝为先 刘大姐只是想考验一下梁大哥的孝心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 刘大姐对梁大哥的好感度又增加了不少 你觉得大人是怎么回事啊 很满意 很满意 我觉得她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眼看两人的相亲渐入佳境 接下来梁大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让现场的氛围发生了变化 就是关于这个要孩子方面 恢复不了正常健康了 你要是想要孩子 请问一下 等我追下起 这样治疗孩子 但孩子十岁八岁我六十了 我怕我怕到时候就活不进点 然后把孩子能治疗 你现在有个气息能治好吗 也不治 我都五十了 我还生什么孩子呀 梁大哥想要个孩子 而刘大姐觉得年龄大了不想要 梁大哥对于要孩子的态度 却非常坚持 就抚养问题 经济问题 这方面 与你没关系 真的吗 不用你操心 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钱 就我没有钱 对对 你不能说你养不起 我养不起 我就养不起 我说你像你说 那以后五十多岁六十来岁的 那跟这没关系 那就不是你管的事了 那就是我 对吧 对对对 本来两人聊得很好 对于要孩子这件事 让刘大姐觉得梁大哥很容易激动 性格是个急躁的男人 他这个人挺近的 也许是他对孩子方面太渴望了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这个人这么激动 就是在出色机面 这么聊天 也这么激动 我觉得这是性格好不大好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朋友 如果你也喜欢老年相亲的节目 那么请关注我 我每天更新一起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画面上的这个大姐 名叫关玲 由于她这辈子都没生过孩子 化妆打扮也非常时髦 大姐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 但实际上 大姐已经不是大姐了 而是大妈 她此时已经五十一岁了 上次相亲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但是上节目后 被自恋刘大哥看上了 昨天拒绝了张大姐后 当晚就找到了红娘 告诉红娘她看上了关大姐 看到你们的节目 我相当那个人 郭林 郭女士 她就郭林吧 郭林 对 是那个跟那个吉林 有个像金香福大哥相亲的那个 就是没生过孩子 是不是在咋子 像我看的 你像那么好 那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相信她啥了 她的类型咋这样 我比较看重 得知有人相中自己了 关大姐特地来到浑春 与自恋大哥见面 说起关大姐 她退休金有两千块 有一套一百零三平米的住房 前盈盈盈啊 这可九能坏了 小时几点就去了 你好你好欢迎来 九点多 你好 那这个不用我介绍了吧 不用 这叫啥全部 叫啥 关灵嘛 叫关灵 这个是刘永贵 刘大哥 大姐就十分热情 双眼盯着关大姐的脸 就透露出两个字 喜欢 可大姐看到大哥这个样子 印象非常一般 不管是身高还是长相 都不是大姐喜欢的类型 可大哥宛如那舔狗上身 对着大姐就是一顿花 就是说啥呢 只要有一些希望 就要几百倍的去努力 深入群中了解群 大姐听了这话一脸尴尬 连看都不看大哥一眼 看到大姐对自己并不热情 大哥丝毫不激怒 阔气的说 要带着大姐体验 一把浑春串成 大老远来的 我们浑春的那个串 还是比较出名 一会咱们就到酒香串练 串成 好不好 去吃饭之前 大哥说要先带着大姐 去自己家丑丑 我觉得这是大哥最错误的决定 就你那三十二平的房子 有啥可看的呢 幸好你闺女不在家 在家大妈 估计更尴尬 画面上的这个大姐 名叫冠领 由于她这辈子都没生过孩子 化妆打扮也非常时髦 大姐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 但实际上 大姐已经不是大姐了 而是大妈 她此时已经五十一岁了 跟大姐相亲的大哥 非要带着大姐 看看自己的三十二平房子 一块床单挂在房间中间 一半房间给闺女住 另一半是大哥住 面积小就算了 环境也非常的脏乱差 不管是鞋架还是厨房 都让大姐不能忍受 这也太耳心了 看到大哥的墙面 大姐更是无虞 那不是墙纸 而是过往的彩票中奖号码 大哥自认为自己是个彩票的高手 结果一毛钱没争过 不管是从家庭的情况 还是性格与长相 大哥可谓是丢尽了脸面 于是为了找回自己 丢失已久的面子 大哥带着大姐来 到了他推荐的饭店 结果更是让大姐对他有了看法 真鱼 很难难的 蓝色的 蓝色的 那个锅 我是蓝色的 锅炸门家里送送 送送的小鱼锅 还多个点豆腐里 行 没问题 太口了 就从他点菜 我就看过了 反正就点了 三个两个 那你说这么多人 如果要是我点的话 三十二十 现在这么要 吃不了咱剩下 是吧 已经让客人心里舒服 我觉得这礼也方面 每个人也是个人修养 自己 自己点 你这家伙也太抠了 偷就算了 你一直抱着菜单是啥意思 作为男人 你不应该你是优先吗 你让人大姐看看她想吃啥 这都需要交往 这让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赶忙提醒 结果提醒并没啥卵用 老头的表现 更加显着小家子气 你应该把菜单给大姐吃 是 你看 喜欢吃啥 点点 别管我说 不不不 不够完一会儿 还少上 这不能算一下 上那么多 先吃先烤 你烤下这一颗颈都干了 我如果烤 你们就吃吧 他今天说来两个追鱼 是吧 这 大哥 敢不敢的先不说 你吃烤穿 最起码一人能吃的上一串吧 你就点两意思 你跟大姐一人一串呗 红娘在旁边咽口水吗 这边单刚点完 那边大哥畅想上未来了 结果这个未来 是让大姐去外头找个班上 给自己赚钱 结果大姐一听这话 真以为大哥是让他活动活动身体 别看大姐长得美 脑容量其实就那么一点 大姐一眼相中貌美大姐 啥都没闹呢 就让大姐以后出去工作 给自己赚钱 大姐长得漂亮 但是理解能力相当有限 大哥一看 自己的意思 大姐完全没有理解 于是便把红娘拉到一边 想要让红娘明示一下大姐 你从这边这玩意 钱从哪出 哎呦我没有 这最近原来不少钱呢 这玩意啊 干啥呀 消费这么高呢 我们说的以前很清醒 我不需要你挣多多的钱 这话能听明白吧 但是人不能在下憋着 从在下捐着 会出毛病的 对吧 就找一个吧 哪怕就 哪怕我大个来往走 三四点就活了 这多钱都无所谓 咱们人也断然了 也劳动了 也挣多钱了 对 挣多钱才能花 是 你这俩 呼呼全往外扬 你家银行啊 简单的说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出去学着学纳的 不都要花钱吗 还有这化妆打扮 都要花钱 该省就省 于是大哥决定 是时候给大姐上一颗了 让这个女人知道 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你们得去听 去分析 那不行的 那确实 努实求花车 协助穿环荣 让你去分析 再说那多了 能说吗 什么叫政策 这叫政策 像你 你说的话 你就偏要 那啥 那不行 那么分析问题 组的不行 老头说话 那是一套一套的 但是意思就是一个 我要你年轻漂亮 身材好 但你不能用钱漂亮 跟我在一起以后 你就别花那些钱了 直接出去给我打工 大姐看着眼前 这个男人更觉得搞笑 长得不咋的 想得倒停 嘴里一直说着 不需要你赚多少钱 但是你得出去赚钱 你是属于啊 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你可真是一想天开 她是一定是让我出去挣钱 我明白 我都退休了 我干嘛还要去工作 我喜欢工作 我都喜欢工作 因为我已经奋斗了半辈的 我就想了 后半辈我想轻松的活些 为自己活 她的想法 跟我想法 我简直低 最后两人的相亲 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了 回家后 估计大哥会心疼死 他今天点的三个串 没相亲成功 还害自己花了不少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人喜欢大哥这种类型的人吗 欢迎留言评论 拜金大妈来相亲 开口就五万块彩礼 每个月还要再领一千块工资 对于她来说 相亲不是相亲 而是通往致富的道路 哪料到大爷料花一分不掏 大妈气得当场翻脸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名叫陈志壮 年龄六十四 离异 哎呀你这干活呢呀 干活呢 哎呦我前都没换衣服是不是 没换 干啥活呢 你跟他那位都起份 起份呢 陈大爷在养猪场工作 月工资两千四 还有每月的退休金两千三 一个月下来 能有个四千七百块 虽说养猪又脏又累 但是对于陈大爷来说 这工作已经非常好了 大爷没有住房 于是直接住在了养猪场 这个时候 红阳发现大爷说话有些不清晰 于是主动询问 大爷一听 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讲说还是有病吗 打的 我说那边打的 打的 打的 你当时五岁的时候你得啥病吗 那不知道啥病 不知道 你不知道得啥病 不知道 你妈也没跟你说 你妈妈也跟我说 然后都说那个大爷祖传秘房 扎针扎得好 然后他拿针往你这个位置扎了一下 扎了一下 要不扎片子 他就哑了 就是他 不是家 就家 就弹 就哑了 就能了 原来 在大爷五岁那年 因为重病住了医院 结果却发生了重大的医疗事故 就这样 大爷开始了大舌头的一生 本来长相就一般 再加上土字不清晰 村里的姑娘都看不上大爷 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个女的 结了婚 可前妻却没有认真 想跟大爷一起过这 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以后 大爷非常难过 就是这个时候 有人给大爷介绍了第二个妻子 两人结婚后 还没过一个月 大爷再次离婚了 那结婚几年吗 结婚一年 一年 再一个月 这两段失败的婚姻 让大爷心灰冷 绳子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本来这样的大爷已经够凄惨了 哪成想在36岁那年 在矿井工作的大爷 意外从高处坠落 矿的大裤 你是修房顶了 这修房顶 铺油沾纸 把这吊子拽 这一帅 腿出了毛病 他再也没有办法再干重火 为了糊口 大爷在附近的公地开始打零工 这样一过就是20多年 现在生活也算好起来了 于是大爷便打起了 再找个老伴的想法 大爷表示 只要女方能好好跟自己过日子 那么自己的所有工资 都可以给女方保管 得知大爷的想法后 红娘给大爷匹配到了65岁的徐淡吗 大妈相信那开口就是钱 直言不给钱就没演员 得知大爷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找到了徐大妈 徐万琪65岁 大妈的老伴在四年前因病驱逝后 因没有了经济来源 于是便想着拨打了老年支付热线 找个冤大头供他吃住 顺便每个月还给他发公司 你可真敢要啊 红娘也没有多想啊 毕竟行不行的大爷说了算 于是便安排了两人见面 两人刚见面 大妈就非常嫌疾大爷 连握手都显得非常敷衍 大爷一开口 大妈忍不住了 不行 可是大妈又不是冲着人来的 这些都是次要的 大妈决定先打听打听大爷的经济实力 你退休了一月 多少工资 今天两千多钱 在这大方多钱 两千四 你一月能付我多少钱 我今天给你付多少钱 因为你能给你付多少钱 两人见面刚三分钟 大妈就要起了零花钱 不单单是这样 大妈还在不停的加码 希望能一步走上富裕小康的道路 大妈一听大说没钱 脸上的笔诗都掩盖不住了 你没钱找什么老伴 这不是耽误我的时间吗 挤对了两句大爱后 大妈把红娘拉到了一边 直言老头退休金太少了 根本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三五大妈两句话 就想让大爷为他花六万 结果大爷果断拒绝 得知大爷没钱 大妈拉着红娘就说起了悄悄话 给你一钱 念书都我就不给你有什么办法 你说是钱他这是两千的钱 那工资太低了 怎么还不得三千到四千 两名生活可以 数人村是花小少 少越住越牢了 你想吃什么 你说你得去买 你有钱能行吗 红娘听了大妈的话 十分无奈 你啥都没有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的 我是红娘 不是那许愿迟离的王吗 听到红娘这么说 大妈不乐意了 你懂什么 你不值钱 不代表我跟你一样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村里 那是数一数二的高采礼 我现在都已经降低标准了 以前我可是要求十万采礼的 我最开始我想要十万 现在该说都说我 你十万是太多了 那我要五万六万行 找不到 你年轻的时候要多少采礼 我那时候就是高行 就是四十年以前 四百块钱 别的姑娘都多少钱 不一样 有三百有二百的 就当年四百块钱的时候 咱们是高行 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 那就是挺高的方向 都要采礼 现在那采礼 十万八万都正常 不管红娘怎么说 大妈那就是王爸吃成坨 铁了心了 红娘看到大妈如此坚持 决定先看看大爷这边的想法 结果大爷的态度十分坚决 你要是想要我每个月的工资 我可以全程交 但是你要想要采礼 那什么都没有 要问大爷为啥如此坚决 那是因为陈大爷曾经被人骗过 曾经也有人给大爷介绍过老伴 两人聊得非常好 但是那女人要四万块采礼 才跟大爷一起过 当时大爷并不在意这四万块钱 于是便直接交给了那女人 钱是下午交的 分手是晚上提的 大爷可谓是人才两空 骗了四万块钱嘛 对不对 被你骗多少钱 四万块钱 骗了四万块钱 你钱都给他 他不给你出了 钱给他就不给你出了 完了你去找他要 他也不给你 那还要啥呢 找他要他也不能给 那以后我到女人根本 要他就不痛了 一招被蛇有十年怕行程 一共没穿多少棺材本 多来几个骗钱的大妈 那还得了 两人在彩礼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最终相亲不坏而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持续更新搞笑老年相亲 敬请期待 来吧 哎呀 几个顿的呢 来 这是喝碗 这是什么的 以后进来就当家 进闲锅 可以了以后 多关乎关乎 多爱好爱好 吃好了他想吃啥就来了 先给香 把这个牙全好就全中了 好 好 行 我先给你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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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是加的感觉 我们俩这年过得挺好 牙也香了 但是呢 我感觉这个品牌 这个电牌 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 也会往哪儿释放 也没少奶泪 但是我的忠心感谢 这个倩倩 这么老缘分啊 我是倩不倩的 她是能安倩的 这么远别往哪儿打个刀起 就没少奶泪啊 这些工作人员嘛 所有你们都发财 你看看往哪儿经过的年纪 你怎么样 胖不胖 要好不好 下厨了个咋呢 那你说的啊 感谢工作人员 在2023年 祝你们欣赏这场万事不宜 祝你们祝我2023年发大财 都发的 小羊肠 走 看看驴子 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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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哥 这多好 这你呀 我真真感谢 这第二台 给我打费一个 都很好老伴 好 走了 再跟着啊 走了 别跟着 走了 来 回 回 看看你 抽了 还是黏的样吗 还是黏的 黏黏黏黏 我抽的眼睛感觉心就一中 就一看这妹妹怎么呀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 你怎么会 你还生气了 你还没出到家 不行啊 可以就你了 我还在就是一岁了 你还在不坏 希望不坏 干杯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位大哥大姐 介绍齐饭树大哥和张继英大姐 哎呦 我 我留意到这个了 那 这个大哥 是今天带着秘密来的吗 我养的驴 这是我家的驴 我新手杀的 带的是啥东西呢 我们来看看带的是啥东西啊 我老伴包个饺子 老伴包的驴肉馅的饺子 哎呀呀 想尝尝是吧 哎呀 来 哎呀 现在已经尝着了 啊 那给你们这个 工作人员尝尝 猴娘尝着了 猴娘已经 啊 猴娘已经尝着了 可以给我们的摄像啊 还有现场的这些观众尝着 来 来来来 来 来给大姐 发饺子 来来 大哥大姐啊 一起给大家发饺子了 来尝一尝 幸福的饺子 家的味道啊 来摄像师可以尝一尝 摄像汁都辛苦了 好 这饺子这味啊 一定特别美啊 好 大哥说的特别自豪 这大姐啊 一看大姐就能干 你包的饺子啊 是吗 是 现在幸福吗 幸福 幸福啊 大哥现在干活 是不是都有劲头了 哎呀 太有劲头了 好 啊 我觉得大哥大姐 这甜蜜叫 是 能感觉得到 再次幸福 再次掌声祝他们幸福啊 来看一下 哈哈哈 我们心中开了 吃个茶 哎呀 你看清远了 你心中开了 来 吃个茶 快点 你心中开了 你心中开了 一分钟想想 我心中开了 几个钝子的 唉呀 有几个钝子的啊 哈哈哈 来 这是后美 这是孙子呀 以后 进门人当家 正闲话 可信你话 哈哈哈哈 他要是先走了吧 我好多罚的 我要先走了 这些离就全是离到 第一个眼睛 关心就是一辈子了 哈哈哈哈 你俩这首之后就幸福一辈子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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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啊 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没人颠倒 直到我能老的哪也去不 鱼来了上海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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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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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进入正题 你们今天来干啥呢 哈哈 我们今天是给红娘小菊来当伴娘来了 新娘小菊了应该是 对 哈哈哈哈 今天是不起搭走来的 哎呀妈呀 六点就到了 哎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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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娘里来月是六点半到的 哈哈 天明亮的时候是起来的 四点半起来的 新娘小菊现在不在着 暂时也不在着 就简单送上几句祝福 来 从伴娘前去来 啊 祝新娘小菊新婚大喜百年好和 祝新娘小菊早生贵子 永结童心 祝 祝 祝 我怎么抄抄的 咱全说了 咱怎么没文化呢 祝小菊姐和姐夫 什么 白头偕老 幸福 老老老老老老 怎么叫 老没文化 祝祝 红娘到没文化 你们先别叫坏人的 人呢 这么着急呢 来给你们给你们红龙 来 我收拾你 谁了 咱还逼着呢 不能吃啊 看咱客串伴郎的摄像 小哥吃的刚响 你门不开那咋谁红龙啊 这只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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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看见了 来了来了来了 太太实了 太太实了 回去 知道吗 求你们了 开门吧 哎呀 哎 哎 原来不管的摄像小哥 一变形 哎 哎 不要 哎 红帽 准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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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哎 哎 红帽 行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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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抓牌 我这名不错 你能不能给个美严呢 你总拿那个原相 胖牙千千说 今天赌门多亏哟 大家一起来给张兰找对象 我想搞对象 兰姐想搞对象 琢磨琢磨身边的 一会儿给兰姐介绍介绍 兰姐你要搞对象 那瞅啥来东北 我给你介绍 兰姐要找对象 你要找啥样的 非有钱的还是帅的 是小鲜肉 还是大道总裁 还是东北爷们 或者是绿茶香的 还是这个 不单行的 咱们东北都有 兰姐 听说你要找对象 跟你说个暗号 对于今天的相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师们喜欢星空 连给个关注 讲个咋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老陈 哎呀妈 你太早就认识 老陈 你哪儿 你妈呀 听话 喂老陈 老陈不信我呀 你大哥呀 干啥呀 怎么呢 这些是吗 我们厌日什么呢 厌日多少年了 夜夜里一夜 你闯光东啊 我家也山东 闯光东闯过来了 大姐说他家老家 山东哪地方呢 夜县 有我们这是老家 小龙半岛 我爸你看过老爸 就在山东 对啊 我说鲁丁呢 都是个山东简称嘛 哪块你家是 我家这也是夜县 西游镇的 这么巧啊 对对 无巧不成熟 你也真是吧 我心一般情统不动 不动心 一个人能给面给我的 一个人能给钱给我的 说我爸 给弄人十万块钱 你跟我走 这样是恳心的 说我心能动 他现在给钱掏上了吗 他有吗 现在就拿出来的 你看这 你得说啥 又见面了 对对对 又见面了 这像这干啥的了 他别跟我给你 我当故宫吗 你现在当故宫吗 我当保母娘 啥时候开始干这活的 就是头娘 头娘开始干的 就是那是伺候的是谁 伺候一个大姐 老姐说 老姐说 一个月多少钱呢 三千 头娘干的 那就还没到一个月呢 没到一个月 那就是你是一点都 闲不住我 闲不住我 就冬天呢 现在当个互工 当个保姆 对啊 然后等到春天的时候 那还帮儿子去整针子 对对对 那你这不就临时干几个月吗 那啥 他要是 我就是到学分 学分去整针子去 陈贵荣 陈贵荣 他就叫老熊子 九台的那个 就是卖针子 现在帮他儿子卖针子 那胡家这 胡家开副食 对对对 开副食商店的 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 那是我的大姐 那你俩是老乡 那我们俩 哎呦 没听我俩做买 就是我就给他对着 就扎麻花 我那时候吃个棚 我干 他一忙不过来 我就帮忙我 还过去帮人一忙了 那我就帮他俩忙我 忙我一口是 他完了 有老头跟他看 上他家看见 说那老头是农民 那是咋的 完了他说不行 那这我这想不容 然后我胡言想 我说我才能想 那我俩挺好 那我跟你说 我感觉就是 我特别有自信 我指定他能想这 他百分之百才得想这 为啥呢 为啥 我跟你说这把鞋子 就是我平时回去 把他没那样 就那年我最后回来 他上去超市买菜去 他姐妈就跟我老师 就是先答的话 哎呀你先干啥呢 你干啥呢 怎么的 这是老陈 哎呀妈 你太早就认识了 哎呀 老陈 他谁呀 哎呀妈呀 真假张笑笑 哎呀妈 你老陈家 你妈呀 妈妈妈妈妈 挺好的老陈 挺好的 挺好 我俩是邻居 他家给这住 我家给这住 中间就给个小钱 住多少个鞋子 住十多年 那这年 哎呀他老了 老挺多了 瘦了 原来他打不穿着 这没看到 这身旁都塌 你老婆啥 他不说他操心 啥人 这弄操心 受不了啊 哎呀这最后 你找过去的 来来来 他配这么大 谁又说这 这不欠你 你说我货上你吧 点贵的 点贱的 你货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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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那话 货心的 要不就弄前我说 给你们点个包肉 我不爱吃肉 我不爱吃好 你们点吗 那你得点一下 你打个点一个呀 不是一家点一个 一家点一个 完了之后 我点一个啥呀 我点个出雷豆芽子 我点一个 我不爱吃好 我不爱吃肉 大哥再点一个一块的 你们先点 你们点 你俩点完的 点完之后了 你们先点一个 就是那个 残酱那样费劲 不费劲 不费劲 过油都费劲 干枕仓有的 干枕仓有的 对 对呀不要 对呀不要 结合 大姐 那你刚才 不直接说呢 明明想吃干枕仓有 那不是 为啥还不想 我不想货呢 不是货呢 货上大佛 都吃饭了 我也不愿意吃这个 肉 现在这都这么大 我还要大两瓶 大两瓶 那多年没见着了 这十六年了 有十六年了 那十五年 大花花 对我大花花开 开小吃点 那十五年了 你从我家里 都死十五年了 这有二十三年 今天 二十四年 还是你现在跟哪花菜 你现在就跟上班 那个市里 跟哪些干啥花 我这干出事 跟年连在行 哦 内工区关键 这年前的事 关键就是 再说内工区 咱们也不行 咱去考虑 你这是大老板娘 咱也考不上钱 是这么事 你以为我老板娘 我才没找到明星 你知道吗 一般人没人敢要我 对 没人敢想 一般人没人敢要我 我就 我跟你说 我要知道 那啥女家 那谁没了以后 我这胆我可不怕 我老板娘 也不得找老头 你别说他 这是明星 你看他也得找老头 他这人嘛 我知道他的根本 他有点忽视忽略的 我是说叫咱们 说他今天挣过八千块钱 可是抽出二个块钱 买得吃的 这八千花钱 他得花上五千 剩下三千 最后你过得 俩人过得什么什么 过得是啥都没有 那花钱也能花 挺能花的 那时候就胡椒 就挣钱 哎呀妈 那天我说 那一天都挣一千多 挺不差钱的 不是咱能不能花钱呢 原来我做买卖 是不是挣多 我挣多也攒钱 反正我觉得 现在会不那么花 现在一月就挣点工资 能咋活 还老新闻 当年时候呢 现在有点疯狂 有吗 那没有 你有几十万 没有 那没有几十万 那么买完房子 你说这个就 就没多少钱了 那几个还是 几个啊 就反正做买卖 不要赢 就有开的钱 没事 反正我感觉 养着了 养着一件 应该挺好 那不能 那倒是没 没你有钱还能制定 我感觉 如果想我还出来 这我要有钱 我还能出来 那你挣挣挣挣挣挣挣 就不一定 我这没钱 我还出生 我这样我跟你说 是什么 所以说我那人也挺 我知道 其实吧 我不是说个人处理 也不是说个人 我心一般情统不动 不动心 一个人能给面给我 一个人能给钱给我 说我八点 得扔十万块钱 你跟我走 这样是肯心 这是我心能动 他现在给钱掏上了 那他有吗 他现在就拿出来 你看 你得说啥 那我先去扔一下 那不是先扔 你看这里 给不给咱不管 但是我指定 我不能给他十万块钱 就别说找他 找谁我不能给他 花十万块钱 就完了 赵娟 送他时间 今天十万十数 咱俩要是夫妻 肯定是没做上 还做营所的 兄弟 老姓 老姓的朋友 对 我这人就十万十数 咱们啥都能给他 又能咋的 那人家不同意 现在人家 不是说这事 一定不同意 就是说咱俩真能做朋友 还是原先的老乡 就完了 我不喜欢就是 这类的情 我喜欢杀人 稳住 我俩吧 他都是邻居 就是我俩 整得挺尴尬的 不好 这会儿整得贼得紧 对 我跟你说师父 朋友回朋友 亲戚都吃了个啥啥 对 好的 来啊 你好 哎呀 老老不信我呀 你啊 干啥呀 干啥呀 怎么听了 这是 我们验识什么呢 验识多少年了 哈哈 你 你 哎呦 你吵死我了 你咋认识啊 验识 你俩怎么认识法呀 我们的验识多少年了呢 我卖书卖书 叫客人 这验识 哎呦 我天哪 你找这人家鸡 那你昨天你也没说 我卖微信 那天 老嗑 那天也没说 你也不知道我 你俩还发微信 我们目前就发微信 老嗑 哎呦 天呐 这人太有意义了 这验识 怎么漏啊 是 哎呦 验识 这边胖了 胖多了 验识 那要是好油的话 你俩不用做介绍了吧 不用介绍了 这不用介绍了 哎呦 沉死我了 哈哈哈哈 你家里得了 啊 家里得得了 行不行 我没见 不知道他 你敢不敢介绍我 哈哈 是 你开玩笑 我开玩笑 真好见 哎呀 我天哪 你这么做朋友也挺好 哪有呢 你做朋友都挺好的 这些年纪迹走 啊 啊 一直都我们做朋友 意思是两个人 还想要继续做朋友吧 对 你做朋友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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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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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让人进来说话呀 好好好 给你俩正式介绍一下啊 李鲁丁 李大哥 王亚敏 你好 王大姐 握手 握手 哈哈哈 你自己很高兴 不好意思 大哥从厦门 特意飞过来 啊 相信我们原来不晚 想在在我们这个 一起帮助下 给找个伴 谢谢啊 我太好了 谢谢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能看出大哥的成心吗 是想象徒没找个伴 我老家是 这边呢 籍贯 最籍贯 最籍贯 原始 山东的 我爷爷的爷爷 闯光东嘛 我家也闯光东 闯光东闯过来了 大姐说他家老家 山东哪地方呢 叶县 有 我真是老乡 小龙半岛 我爸 你看我老爸 都在山东 对啊 我说鲁丁都是山东简称嘛 哪块你家是 我家这也是叶县 西游镇的 这么巧啊 对 无巧不成说 叶县镇吧 叶县镇挺富的呢 是 老家 你说 在一块了就会了 这边好多都是山东过来的 近上加进了这会 是 是不是 缘分这个妙不可言 是 真好 不错啊 长相 标志 皮肤白准 身前苗条 感觉很面善 都说有点老乡 有点亲切感 脸儿还可以 你这脸那一块 你没看耳朵一块白 一块那会啥呢 是 是白天方庄 对 因为我也是见着他 才看见 他就叶厉长 有没有事 不知道 没事 他就跟我说了 不影响健康 不影响寿命 不痛 不痒 不纯人 一会聊聊看看 各方面对你 各方面懂得啥 特别好的人也行 喝点水吧 不要 喝点矿泉水 你喝茶水还是喝 不要 我自己会儿自己来 不客气了 喝七茶的 要茶一样 还要喝水 好 那你喝 谢谢 不客气 下来坐 随便聊一聊 那你这是搬的是啥呢 白天风 我知道跟你说 这为什么产生的 第一 工作焦虑 焦虑就得着病 还有一点太阳热头晒 我们是在工地上 到处走 就手有 身上没有 身上都说 露出的部分 太阳引力部分 它不明显 不一点一点都在这时候 身上都没有 这个病是不是不传染呢 我排到胸口跟你讲 绝不传染 那就行 一是不传染 二是不影响健康 这就两点 不影响健康 那就行 这个小王同志 不介意我现在是个白班 让我很感动 决定身体 咋样 这也可以 你说血压都140余位 抽烟喝酒吗 我不抽烟 少酒 少几杯啤酒 不跳舞 这个挺好 不喜欢喝大酒 抽大咸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体们 喜欢星空 给个观众 讲个咖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没有好身体 你就是50岁我也不敢 最起码身体好 状态好 夫妻生活也能行 要没有这方面 来调解夫妻感情的话 好像很难走到最后 饿狼大妈来相亲 三两句话 就把大爷搞得脸红脖子粗 虽说这是很重要 但是拿到台面上来讲 到底该说行啊 还是不行啊 你把这法子都能拿 谢谢 妈 这小屋 它还太小了 但是我喜欢 看看姨贵 没有准备 太凌乱了 你是粉色控啊 对 都是粉色呢咋 暖色 不是说今天特意穿一身粉 是你平时就这样 平时就穿这些 你看我这些猫鱼叉 全是粉色 所以这都是粉色 都是粉色 就是喜欢这个暖色 从什么时候 就是一直穿粉色啊 60岁吧 60岁开始 年轻点不穿呢 年轻点不穿 太大眼了 太鲜眼 年轻的时候不穿粉色啊 现在咱这么喜欢 老了嘛 老了跳嘛 今天来相信的大妈 绝对是爱美界的天花板 别看已经六十七八岁 心里就像住着的小公主 整个衣柜都是粉色当头 浑身上下更是找不出第二个色 脸上倒逝的就像刚出山的太阳 红光满面的 就是今天这红娘感觉像是吃错了药 上来就开始接起大妈的老李 不礼貌了哈 你这刷眼皮是后整的不 刷眼皮已经整了三四年了不差不多 你这个睫毛啥的是不是也是戒的呀 你看是吗 不是吗 刷的吗 你刷的呀 不是假的呀 玩吧 你这状态可太年轻了 自己在家没事就玩呗 从小就是打球啊 赛跑啊 啥都玩 就二十多岁前还下降了以后回来哈 在单位哈 还参加各种运动啥的 比赛了 每年运动会啥的都比赛 都得老多奖品了 因为身体好 四十多岁前还自行说比赛 拿第一 俗话说生命源于运动 大妈不仅心态年轻 身体保养的已相当不赖 在同龄人中绝对是出了拔萃的那一款 没想到外边被狼惦记着 家来的狼却出妖娥子了 刚分子我还不到三年 他吧 怎么说呢 就是炒骨了以后吧 就有点心情心态不好 就是因为他一心的反照 因为我那话都不对 怎么做都不对 就说话都不会说了 他说你说话你不会说 他恨的我 俗的我 他说我说话不吉利 他打了我一次 给我一个耳光子 这耳环都给我打飞了 反正我说那就分手不咱俩 是吧 你炒你的骨吧 咱各骨各地 三年前 你六十四岁 六十五吧 那呀 我就将计他 大量他 还行 我说分手就分手吧 他还挺高兴 大妈到底是炒骨输了还是转为财产了啊 不能长得年轻脑子也单纯吧 目的达成了 人家能不高兴吗 这不是明摆着未必有人了呀 我俩分手哈 第二天 他比较优秀啊 长得也帅 他也不老 甚至比我年轻 完了那个 因为我这一辈子对他照过老好了 他都我都不让他洗衣服 不让他做饭 什么都不让他下厨房 完了那个 可我分手第二天就让别人接走了 完了 就登记结婚了 第六天就跟人登记结婚了 于是呢 前夫哥就这样接儿子下山坡 滚蛋了 离了婚后 大妈也没闲着 还没来得及伤心 就被外面的恶狼给盯上了 话说这个世界太疯狂 海王的鱼汤很致盲啊 你跟我说说 追求你的人也可多了 我不咋接触外界 但是饭是 只要我一露面 肯定有加我朋友的 肯定有加我微信的 但基本上都年轻的 我就都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都少 我就基本上都不加 为什么呀 我就不靠谱啊 人家小十多岁 他们都年轻 我就跟他们一再一遍一遍加我 我就一遍一遍删除 你不就喜欢比你岁数小一点的吗 那小一点的 你说小十岁八岁能行吗 小十多岁啊 因为我没有很多存款 我要找小的吧 养不起 我要有个百八十万存款 我找个小的还行 一开始我就寻思找一个五十七八的 六十来岁的 退休了就行 因为我俩能般配 真是泥羞钻洞 深藏不露啊 一露面就桃花院 这都是些啥人啊 咋感觉这么轻浮呢 可大妈说了 她也是没办法 谁让自己魅力无极限呢 我也不怕你笑我 女人的卵巢要不保养好 虽然就是快 就是找 现在咱们国家都发达呀 女人首要的任务就是 保养好自己 分泌荷尔蒙 分泌那个技术 对身体有好处啊 甚至于年轻态 年轻化 你快拉倒哈 别看大妈说的风轻云淡 咱红娘听的那叫一个面红尔士啊 这哪是过日子的人啊 一般老头还真招架不住啊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找来了 为跟她年龄相仿的大脸 喜欢什么样的另一半 想找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嗯我想别太强势 就是说这个身体要好啊 那时候我这一种 经和病人打招的 我现在目前的说 这并不是说希望 这个找一个来帮我干什么玩意儿 而是说我 我想找这个人的 一个人身体好 他对这个 我呢要有一定处处 双方要有感情这种 到岁数大了以后 互相有这个感情 而不是说现在我就需要他来伺候 我不是那种 就是我现在来说自己的事情 我我 我打理得非常好 不用 来伺候我 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 能不能 给这感情 去像 出好了 出好了 就像那个原配是那种 比如说一到有病了 咔就让他回家了 我不想那种 就是都有个造影 就是 大爷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想找个能够相辅到老的另一半 想来赚工资 搭火过日子的 现在就可以靠边站了 那大妈是不是大爷想找的人呢 你孩子支持你再回吗 支持 现在咱这个岁数 想要到一起 这就要出感情 这感情出好了 这以后到老了都有个造影 这肯定正常 不论说 总牵扯孩子去 孩子的工作都挺忙 能不能护理 你能 但是咱尽量 别牵扯他们 让他们好好工作 咱们互相能照顾 这是最理想的 你这相反对的 儿女都大了 咱们不给他们增加负担 对 但是他也不能回去 搞寿瓜咱们 我现在还都不 我穿的 我帮我吃的 一整我都给他钱都不要 一整都往回买 得知大爷的儿女都非常孝顺 大妈心里也算放心了 本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开针时 大爷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让大妈多少有些犯了难 那个 这听说 我就过来这儿出门 我要深深深过冬去 谁点的呀 我想问问 听姐妈说这都过去 这好给这个时间就赶在一块 一走走半年 这一年都67了 这能不能就给他一块带去吧 或者是你俩一块过年去 对不对 可以演这 眼前的有个规划 要不一走 这几年等你半年呢 这我们的时间是金子做的 对呀 你们俩现在 对吧 这半年多上时间呢 我感觉也是 这样吧 你先去 你该去去 咱们先了解了解 如果要是真往一块走的话 可以过去 我后鸟也行 真是鸡屁股里淘淡 够心急的啊 刚见面还没聊两句 度命远都提上日程了啊 不过大妈追过去也是有条件的 没有爱的供养 一切全是白车 没有好身体 你就是50岁我也不敢 最起码身体好 状态好 夫妻生活也能行 我就怕找岁大得跟我 走不到一块 我弟的苍田呢 真是光的身子拉墨 丢了一圈人啊 大庭广众之下聊这些个虎狼之词 合适吗 面对大妈的问题 大爷就像嘴巴上涂酱火 不好开口 只能尽量隐晦地回答 大妈关心的话题 体育儿有病以后呢 我们就这个不能到一块 到一块以后呢 他就身体受不了 受不了 他脑袋疼得累 我说时间长了 咱比如说泰卡四多年了 这个时间比较长 所以就这方面 多少自己春天的时候 感觉好像还可以 现在这方面并不是说挺强烈那种 就是说是这样 就是不能说是不行 但是呢 这个 咱不能说是挺好 这个可能达不到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也是很重要一个环节 不能说不行 就是不太行 这到底事情还是不行啊 大爷 真是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虽说是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棍了 但是走这把岁数了 还是得优着点比较好 可大妈却不这么认为 年龄了吧 但是又没有这方面 来调解夫妻感情的话 好像很难走到最后 因为这个是增进夫妻感情的纽带 是吧 没有这方面 也就好像是 感情会不深 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们两个的综合意见呢 出着看吧 你俩光看脸色就看出来 元气都不一样 这还用试试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情外号美女 一说美女 那谁都认识我 感觉不是我的菜 我就这么坦酸 画面中的这位美女 是今天来相亲的女主角 虽已进战国之年 但她仍然有一颗美女的心 只可惜脸上 却没留下美女的痕迹 大姐 指挥员 石阿姨68岁 丧欧 退休金每月1500元 住房情况60平 一见到红娘 石阿姨显得很激动 一上来就给红娘一个热烈的拥抱 把红娘都整得不好意思了 石阿姨的老伴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这些年来 石阿姨养成了这样一个毛病 我就是头半夜我睡不着觉 我就后半夜睡觉 我就顶十一点才睡觉 但是别人不懂鼓 一鼓球我又醒 一鼓球就醒 那她在找老伴 还要和未来的老伴分床睡吗 如今的石阿姨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根据石阿姨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江铁剑 江大爷72岁 丧傲 退休金每月3200元 住房情况50平米 最后我拼了 人家人两口 老伴老伴 谁连着我谁合适 后头这一点是感想 完了还找一 自己躺在我里 蒙在我 一门管 江大爷的老伴已经去世两年了 老伴生前和江大爷的感情非常好 老伴离开后 江大爷经常对着老伴的衣柜发呆 在这个小小的房屋里 到处都是自己和老伴的回忆 如今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了 自从老伴去世后 窗台上曾经茂盛的花草也失去了生机 白天还可以和邻居们唠唠客 但一到晚上 慢慢长夜成了江大哥最难熬的时刻 不敢寂寞的江大爷 对着老伴有啥要求呢 了解了江大爷的要求后 红娘觉得他和史阿姨挺合适的 那这两人会碰碰出啥样的火花呢 刚刚见面 两人都显得有点紧张 甚至都不敢看对方的脸 虽然如此紧张 但江大爷对史阿姨的印象还是不错 外貌还可以 而史大姐对江大爷的第一印象 却竭然相反 两人刚坐下 史阿姨直接就进入了相亲的正题 史阿姨一上来就直接问这么严峻的问题 把江大爷直接问蒙了 对于江大爷的回答 史阿姨还算满意 接下来江大爷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要求 一听江大爷的这番话 一听江大爷的这番话 史阿姨马上表示反对 刚刚说啥也不要 下一秒又让江大爷每月给一千块钱 这不是又打脸了吗 但是阿姨也给出自己的解释 你不给我拿一千块钱 俩没过块钱 拜拜了 你啥也没有 当给你当好年免费 你这你这你这也不打啥呀 你要不要说没过块钱 你也给我拿钱了 我订保姆了 订保姆了一千块钱多吗 你要请保姆两三千 不感情的江大爷觉得 史阿姨的话让他听起来很不舒服 连红娘都听不下去了 首先说能不能负责任 提到钱的事 接着又说他一起了啥也不要 但每个月他给一千块钱 也是关于钱的事 史阿姨一听也觉得是有些过分了 于是史阿姨话锋一转 你白天都干啥呀 不干啥 就是在屋里门口来钻门的 跟这帮老婆老太太老是 也不同意我可以不去 看来江大爷真相中史阿姨了 他表示要是和史阿姨成了 他孽爷在家陪着史阿姨哪都不去 史阿姨听了也非常满意 是他说我也不同意 我我我呢就是没跟人过 你跟人过人的老头老太老哥 你当一大含呢 你不是吃鲜盐喝醋盐的呢 是那大哥说啊 你不同我就不去 那是他就行挺好的 眼看两人的相亲气氛有点缓和 于是红娘决定让两人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彼此 老伴没了 新疮病没的 几年了 二年多的 二年不到二年 他是人之上的 当这种 没想到江大爷话还没说完 史阿姨就把头扭向一边 史阿姨这是什么了 前一秒还说得好好的 一听江大爷的老伴才走不到两年 他就突然把头扭过去不漏了 难道是他觉得江大爷的老伴走的时间太短了 原来史阿姨还是没相中江大爷的长相 没相中的理由 竟是和自己几年前拍的艺术照片有关 这五六年 我这四五年老的 你瞅瞅我 这个我四五年前我照的像 我年纪外号美女 一说美女 那谁都是我 来在史阿姨的心底里 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美女 她表示要找一个能和自己匹配的阳光老头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对于史阿姨的这个大美女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